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谢彦斌 还记得亲帅政府官员前往机场迎接中国专家 向五星红旗献上申请一文以示谢意 并与中国专家组成员碰肘吃意的那位外国元首帽 对,他就是塞尔维亚总统伍契奇奇 今天我们就在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伍契奇总统 伍契奇此次来华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据外媒报道,他计划在十多位部长的陪同下 访问中国,并签署一大批新协议 并称此访将是一次重大访问 中赛铁杆有缘以久,我们见到塞尔维亚被视为中国在欧洲的铁杆朋友 577十分真实,赛中有了很多次访问 他曾表示任何压力和困难都不会改变赛中钢铁般的用意 那么577此访将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赛各领域务实合作 凝聚高质量动建一带一路的公式 我们共同期待 同学 直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